你预视这个星期港股会在什么水平上落 有没有机会上网 比如说保力加通道的中组21,311点 其实成交越小代表着什么就越难估 所以又是跟别人的 我估计的意愿 波动的大小和成交金额上 就未必会有一个很直接的correlation 所以我们突然间的成交改变了 由成交低转到大成交的情况下 市场才会波动大 否则可能会出现一些期指 今个星期就是期指结算 可能会发现一些很夸张 很窄的波幅 是不出击的 我想解释回来 低成交我们通常看就是合不合理 为什么这么低成交 其实是合理的 刚刚我们讲的 这个礼拜比较多重要的关注事件 美国的GDP 联储局的议息会议上面 甚至讲其实你想想上个礼拜 大家本身其中一个关注焦点 就是欧洲央行议息 欧洲央行议息明明加0.5里 市场当好消息地炒 是不是有点诡异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机构投资者 很多大户上不选择很积极地入市 很正常的 再加上内地方面 有这么多 可能说烂尾楼的相关消息 说内房的行业 我们经常都说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数据不够高的透明度 所以不会有人谋贸言 这些或是大成交 这样去炒大博反弹 相反地如果那些事件上持续恶化 譬如之前说 未必是刚刚星期四 才发生什么事 那些GDP数据 联储局意识上面 短时间内看到内地的房地产行业 或者可能相关 好像近期那些水泥 那些行业陆续刑警 或者说一些不好的新闻出来 未必在业绩上等等 短线再向下试回2万点的机会 的确是大的 所以如果你问我 这个星期的range 2万点是否一定受得住 我也不敢保证 但是在这么低的成交情况下 就应该不会有个很深的调整在 可能19,400至21,300 这些水平数据 那你为什么问我这个range 估得比较阔 是不是代表一定走完range迷 纯粹因为难估 所以才把range拉阔一点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 对于省会来说 其实很简单直接 市成交细 那你就更加不应该这么积极地部署 你这么积极地部署 代表着什么 就是当大户都看不明白的时间 你可能不明白的 你纯粹在估计 你只是放一个方向 但是中的那个机会 当然如果你不做任何有杠杆的部署行为上面 就这样握一些指数等等 没有杠杆产品上面 好像买大小那样 是的 有少少像买大小那样 5050那样 但是不抵博的 或者说赢输 这些我们没有什么讨论空间在这 好 相反这些时间就是说 市场开始消化 会不会市场未来出现一个转捩点 再完成整个技术反弹 走一个新的跌浪 或者说市场继续拉锅上面 暂时看这两个可能性 是结果出来的机会会比较大 所以暂时来说 做了一些好创部署上面 突然间觉得这个市场是两万点 是吸纳机会了 它试下一个大升浪 我真的看不到 那相反地我觉得 未来第三个我们在害怕的是什么 在过去第二季那段时间 或者第七月头那段时间 你看到行施两次市场 是两万二千五这些位置 未来会不会第三季开始穿两万点 甚至市一万九千点的这些位置 或者二次探底市场万八左右的水平 大家会有个商定很担心的 出现可能会短线有这些风险在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 这些市况既然成交这么低的情况下 大家比较适宜是做一下功课 或者想一下究竟后市的状况会是怎样 从而来判断自己的部署策略上面 是否符合自己的看法